好了,我们回到圣经证读 我们的原则就是透过圣灵明白圣经 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所以当我们祈祷的时候 就是领受圣灵 和和神祈祷的 我们为俄罗斯祈祷 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边界紧张局势是加剧的 但是各地的基督徒也因为害怕入侵 而为乌克兰人民就背负着很沉重的负担 但是最紧要记住一件事就是 其实双方都是有人 需要我们去为他们祈祷的 几百万人 都是跟贫困和绝望当中在斗争 俄罗斯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而移民的人数是很少 俄罗斯人口每年减少50万以上 而出生率也是世界上最低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墮胎率 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 包括他的酉酒 吸毒 自杀 家庭的破裂 也都摧毁了很多人的性命 医疗的费用也都很高 所以很多人也都负担不起 而且也都很少人能够获得到这个医疗的保健 俄罗斯 拥有 欧洲最高 和上升得最快的 外资病毒 和外资发病率 这些事就令到年轻人的影响 比起其他国家更大 这些的斗争剥削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一个提摩太前书二章一照二节 我劝你 第一要 为万人 恨求 祈祷 代求 祝借 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 也都应该要这样做 令到我们可以敬虔 端正 平安无日 无事 这样是道日的 所以我们来祈祷 我们祈求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都认识神的真理和和平 并且被祂的圣灵所改变 并尋求以和平 并不是以战争的方式 领导他们的国家 我们也都祈求神 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 引导他们的脚步和计划 也都引导世界各国 令到人调动 制定战略 和发声时候 去祈求的智慧 我们也都为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人民 祈求和平 舒适 和保护 我们祈求神 通过追随他的 俄罗斯 和乌克兰的人民 在里面可以得着 荣耀 我们也都祈求神 会打开 分享和接受福音的 这个机会之门 祈求乌克兰 和俄罗斯人民 都能够接触到神的话语 我们也都为他们有真正的宗教自由来祈祷 因为以往 对基督教的歧视和偏见 都是要被跟随 为几百万的 自认为是俄罗斯东正教徒的人祈祷 他们能够接受到 导致圣经信仰的属灵上的改变 我们也都祈求 未来的希望并不是来自于 毒品 遇走 犯罪等等 而是来自耶稣基督 当我们为所有国家的领袖 和将受当前危机影响的人民祈祷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以忽所书6章12节 这里就提醒我们 真正的战斗 是在哪里展开 以忽所书6章12节 因为我们 并不是跟那个 熟血气的 在争战 而是跟那个 执政的 掌权的 管合这个幽暗世界的 以及 天空熟灵气的 那个恶魔争战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神 是不希望任何人沉沦 而是希望所有人都悔改 不是即使 在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也都可能会导致很多 肉体生命的丧失 无论是俄罗斯方 还是乌克兰方 但用我们基督徒 祈祷 这些会导致很多人 在精神上 都能够重生 我们知道 神在任何的情况下 都是自高无上的 而圣经也都提醒我们 祂是靠近那些 心碎的人 拯救那些 心灵破碎的人 所以 我们应该将 专注力 集中在神身上 去祈靠 神去保护那些 无辜的人 并且相信 祂的公义 是会必成的 好了 今天我们讲了 认识俄罗斯 我们知道他的背景和历史 并且我们也都 去为 俄罗斯的人 祈祷 我们要在心灵里面 默默 为着他们祈祷 以及乌克兰的人民 好了 这节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祝福大家 谢谢